女孩本是年纪班上的第二名 可如今她却成了第一名 原来就在昨天 真正的第一名因为出车祸意外死了 女孩有些不安 因为第一名活着的时候就总爱跟自己较劲 可如今对方已经死了 她反而有些空落落的 偏偏就在这时 女孩的肚子还疼了起来 她举手跟老师示意想要去一趟厕所 怕老师不信 她还特意拿出了抽屉里的面包 好在老师同意了她的请求 可女孩不知道的是 就在她前往厕所的途中 墙上第一名的照片 居然莫名其妙地动了起来 然而等女孩来到厕所的时候 她才发现 前面的几个门都打不开 看来这两个坑位里都有人 但好在等她来到最后一个隔间 这里的门是开着的 来不及耽搁 她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来一根滑子 可不料还没把火点上 厕所里的灯却开始闪烁了起来 或许是线路老化了吧 她也只能这样想 然而就在她准备接着点火的时候 厕所外面却发出了一阵动静 她担心是不是有老师进来了 于是为了保险起见 她便悄悄地打开了侧门 但好在通过缝隙看去 外面并没有什么人影 女孩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可就在她准备又回去接着点火的时候 那阵动静居然又响了起来 她的打火机被吓得掉在了地上 女孩刚准备弯腰去接 可这时外面却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更让女孩感到纳闷的事 她的隔壁竟然根本就没有人 女孩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就在这时 隔壁厕所的门居然自己打开了 这里根本就没有封 门怎么可能自己打开 结果等她往隔壁一看 一个类似人头的东西居然钻进了马桶里 女孩不知道谁会这么重口味 可与此同时 女孩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为厕所里现在除了自己 根本就没有其他人 再加上隔壁的响声 根本就没有停过 她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时候 然而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等思虑再三过后 女孩便鼓足了勇气 决定蹲下去看个究竟 好在等她通过厕所缝隙看去的时候 那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 然而还没等她来得及松口气 女孩被一把拽了过去 并且再也没有从里面出来 鲜血洒满了整个厕所 女孩整个人都被倒插在了马桶里 可她到死也想不到 自己其实是被第一名害死的 第一名生前就爱跟她较劲 死后自然也不会忘了带上她 这一段时间也不会忘了